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 这个关于麦子商城的一些页面制作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件 我们这一讲呢,首先要完善的是我们的这个选项卡的一个基本功能的实现 那么选项卡这个基本功能呢,在我们的商业的网站开发当中呢 是经常会用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如何去实现 那么在上一节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这里呢,有四个,有五个选项卡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呢,鼠标移上去或者点上去以后呢 它会显示相应的内容信息 那么我们在上一节呢,给大家简单提到了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 第一种呢,我们可以就是这里呢,放几个按钮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下边放一个DIV 那么在实际的这个开发过程当中 有我们的程序员,它可以呢,把数据直接呢 从数据库当中呢,提取出来,然后绑定在这里 但是呢,作为一个这个电子商城的一个这个网站的设计来讲呢 这不是一种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这个电子商城里面,它会设计大量的信息 那么有些信息呢,可能是固定的 那么这些固定的信息呢,我们如果也把它 每一条都存到这个数据库里面 那么它会占用我们数据库里面大量的资源 数据库服务呢,这也是需要成本 那么数据库啊,那么越大 那么它成本越高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住在页面上 那么能够节省相应的一些成本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这一节课会给大家讲解的 就是我们在下边呢,可以放几个DIV 就是我们的这个放内容的一个容器 然后把这个信息呢,放到这个容器里面 5月移上去的时候呢,只显示其中一个 其他的都隐藏 那么它的实现原理呢,有点类似于我们前面的 这个商品的基本信息的盒子这个实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上一节给大家讲解的 这个基本的一个界面 DIV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页面,就是我们在上一节呢,实现的一个基本页面 我们上一节呢,主要还是实现了一个放大镜的一个特效 好,还有其他一些基本的构造 好,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 这个原理呢,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下来呢,做了一个demo 我们把这个demo呢,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展示了以后,我们再告诉大家 这里面呢,是如何去实现这个基本功能的 那么这里呢,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已经实现了 鼠标移上去以后呢,它就会显示对应的这个内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选项卡的基本功能 那么我们这个选项卡的功能是说实现的呢 它原理呢,实际上就是这里面放了若干个DIV盒子 鼠标移上去的时候呢,它就显示对应的这个盒子 其他的盒子呢,就隐藏起来 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DIV的代码 OK,那么首先呢,找到我们的这个DIV盒子 这里我们定义了,有这么多的这个DIV盒子 那么都给它定义了一个ID ID呢,是IFO1,第二个是IFO2,第三个是IFO3 第四个,注意哈,前面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这里的序号呢,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我们把这几个呢,DIV全部复制过来 复制,复制以后呢 放到我们当前的这个页面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前面呢也放了一个IFO1 IFO2,IFO3,IFO4 IFO5,这个IFO呢不是手机 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ID OK,我们把这个去掉 然后重新粘贴 然后大家注意了,这里呢有一个 PROIFOBOX的一个class样式 那么这个样式呢,我们先把它提取过来 OK PROIFOBOX的一个样式 我们把这个样式呢,先把它提取过来 提取过来呢,仍然把它放到 这个里面,这里呢,覆盖一下 OK,覆盖一下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当前的这个页面 它是怎样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信息 基本的样式 这里呢,有个Line Height 航高,是26个像素 这个是标题,下面DAV 我们这里是高20个像素 这里呢,要不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26 或者呢,统一改成20 这样呢,这里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缝隙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这是我们的一个CSS的一个结构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对于这里面的这些 这几个选项 这个几个DAV 那么我们鼠标移上去以后呢 它就要显示对应的这个DAV盒子里面的内容 鼠标移上去以后 它就要显示对应的这个盒子里面的内容 那怎么显示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去定一个DAV 定一个JScript 那在我们的这里面 我们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这样的一个JScript 这里呢,我们写了一个ShowDAV Box的一个 这是一个函数 我们呢,先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呢 是什么意思 这个函数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显示 这个指定ID的选项卡容器 OK 那么ShowDAV Box 我们在定义函数的时候呢 这个名称要注意 见名示意 就是要看到这个名字 我们就知道这个函数什么意思 就是显示一个DAV容器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传了一个Number 这个Number呢,实际上就是个序号 OK 在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定义了一个FOR循环 FOR循环 那么这个FOR循环呢 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是从1开始的 小于等于5 i++ 那么如果学过一点程序的同学呢 对这个循环呢 应该说并不陌生 这个循环呢 是我们 基本上是我们 学习程序 比如学习C语言也好 学习Java也好 还是呢 Net 或者其他语言也好 都会用到的一种循环机制 那么这是 只是说我们这里呢 这个VAR这里呢 这个类型呢 我们在Jasker当中叫匿名类型 这里呢不能写什么int 这里就是VAR i等于1 然后下边呢 if i等于number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传过来的这个ID的这个编号 恰好等于它循环的这个循环了5次 那么循环的这个编号 那么我们做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它等于的时候 我们就通过document 叫getElementById 通过ID呢 去找到infor 加上这个编号的对应的这个标签 infor是一个字符串 加上这个标签呢 它就是一个 还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 找到infor的这个标签 那infor的这个标签呢 是哪里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写的 infor3 infor2 infor1等等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 刚才我给大家讲 就说 这个前面不变 只是变后面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里 我们会用的找 找到这个标签以后 我们设置它的这个style样式 display 属性为 什么 为空 那么这个空呢 是显示这个标签的意思 否则 否则 然后我们就 怎么样呢 如果它不是的话 我们就 使得 其他的这些 这个 对象取出来以后 设置它display为lun 就是不显示 那么这个方法 我们在哪里去使用它 以及怎么去调用它 这是一个 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么这个方法呢 我们既然把它写出来了 而且呢 也非常的 这个 完美 那么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一个on mouse over 就是当鼠标旋停的时候 我们来调用这个方法 调用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要给它传一个直进来 传一个number 那么我们第一个 详细说明 对应的容器呢 就是这个容器 它对应的info 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1 复制过来 就传一个1过去 OK 那么1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注意哈 复制过来的时候 要注意这里加个空格 这个是对应的2 这个对应的3 这个是对应的4 这个呢 对应的5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分别 比如说我这里呢 调用这个的时候 它传一个5过去 它实际的意思呢 就是显示 第五一个标签的内容 显示第五个标签内容 那么怎么显示 我刚才呢 把这个每一行代码呢 都给大家进行了 一个详细的剖析 那么这里呢 可能有同学说 这里一个orlain number 什么意思呢 这个orlain number呢 就是我当时呢 做测试的时候 用了一个orlain number 在这里测试 那么这里呢 在jaskrp当中 我们也可以使用orlain number 来进行调试 那么我们如果 大家做过java 或者说学过这个c++ 或者说做过donate的同学呢 那么在相应的ide当中呢 都会有一个断点调试的一个功能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调试 我们可以使用orlain 来进行调试 我们再浏览一次 ok 那么这里呢 进来了 鼠标移上去 ok 看到没有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式 刷新 那么对于这里面的 这几个标签呢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呢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是我们后边写的一个内容 就是这个标签里面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style display为lain 只是说第一个没有 其他都有 为什么第一个我不加这个display为lain呢 如果我加上的话 大家看一下页面加载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加上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空白 空白 那很显然它不是空白 那么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页面初始的时候呢 还是让它正常显示默认的第一个容器里面内容 只是说当鼠标移动上去的时候呢 当鼠标移动到这上面来的时候 我们就只显示对应的这个容器 其他的容器呢 就隐藏起来 这样呢 能够大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服务器资源 而且呢 可以使得这个效果呢 看得非常的舒服 这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详细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里面呢 我们主要实现的这些功能呢 都非常的重要 大家下来呢 可以自己呢 再练习一下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实现这个产品报价单列表的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看似简单 但是里面呢 有一些地方呢 需要我们注意 可能有的同学会说 拿到这个页面呢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使用这个table来进行布局呢 当然呢 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商城网页来讲呢 我们这里呢 还是最好使用DIV加CSS的布局模式 这样呢 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页面的一个浏览速度 好 那么这个如何去实现 那么我们来先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里呢 有图片 有商品的信息 还有这个零售价 百分之价格 库存信息 我们只要实现其中的一个 那么后边的呢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需要解决的是 就是说 他这里隔行 它的背景色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这个呢 又如何去处理 这个呢 我们先来把这个基本的架构 通过DIV加CSS 给大家简单布局一下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呢 我们需要先复制一个页面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产品详细页面 来进行复制 Ctrl V Ctrl Ctrl V呢 我们这里呢 进行粘贴 然后 报价 Process OK 那这个页面呢 我们拿过来以后 要做几个地方的修改 首先呢 是我们的 这个是 报价列表 然后这里面 签具图片呢 这些CSS呢 我们就不要了 OK 我们把这个呢 删掉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中间部分 我们可以呢 把它删掉 这个呢 左边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毕竟Left 也可以删掉 然后只剩下了中间部分 大家呢 可以在浏览器当中 预览一下 这个删除呢 我们刚才是直接选中 然后再删除 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图里面呢 这里我们需要 给它定义一个 这里可以放一个 DV 然后呢 这边放一个 打印包吊单 这里应该是一个链接 那么一般打印功能呢 也可以在前端实现 但我这里呢 就不给大家详细讲解 如何实现这个打印功能 一般呢 网上都有相应的代码 直接点击 然后呢 它可以实现全屏的打印 也可以实现局部打印 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说到打印 这里有很多种 这个实现方法 那到这里呢 我们先找到 这个DV 这是中间的主体部分 中间的主体部分呢 OK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先放一个 DV容器 然后在这个DV容器当中呢 我们放一个span标签 OK 那么这里呢 span标签里面写 这个文字也可以 或者放一个A标签呢 写文字也可以 因为在打印的时候 一般哈 它都是需要 调用一个加script 来进行打印的 打印 报价 单 OK 那么这里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 CSS样式的一个设计 OK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 text文本呢 这里呢 靠右 应该是write write OK 那么这里呢 行高 我们可以给它拿出来 行高 比如说26个像素 刷新 就放在这儿的 看到没有 放在这儿的 如果你用A标签呢 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个DV 这个DV呢 我们向左 向右缩进一下 这个缩进是怎么缩进的 可能因为同学人 刚才可能太快了 那我们可以呢 按住shift键 把这个代码选中 按住shift键 加table键 table就是字表符的这个键 然后按一下 看没有 好 然后它就可以向左缩进 向右缩进呢 直接按table键 就可以 直接按table键 就可以了 这是代码的缩进 这个有助于呢 我们培养良好的 编程习惯 然后呢 下边是一个列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列表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效果来分析呢 它首先呢 应该有一个标题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放一个DV 或者放一个H标签呢 作为标题标签 然后给它设置这个背景图片 好 然后下边呢 这里呢 可以放一个表格也可以 或者放一个DV呢 或者放一个DV呢 OK 我们呢 来看一下 这里 这里放一个H标签 H4 这个是服装鞋帽 OK 那么下边呢 我们再放一个DV容器 那么这里呢 我们简单一点呢 就放嵌套一个表格 其实嵌套一个表格呢 对这个整个浏览器的 这个浏览的速度呢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其实在网站当中呢 最恼火的是什么 表格的嵌套 就表格里面嵌套表格 然后再嵌套表格 那这个对于浏览器的解析的速度呢 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但是我们在DV当中 只嵌套一个表格呢 这里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为了简单期间呢 我们这里就选择 直接嵌套一个表格 而实际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一般呢 也是啊 有时候可能会使用到一些开发组件 那么开发组件呢 它也会直接自动的生成 这个Table表格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呢 直接使用Table表格呢 其实啊 效果还好一些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呢 使用Table表格 这个是标题部分 OK 我们这里呢 把这个TH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多少个 我们先复制多少个 一二三四五六个 六个 那么这里呢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差不多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标题的内容呢 把它写进去 图片商品零售价本占价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是图片 第二个呢是商品 然后零售价 那这个是本占价 OK 我们来看一下后边还有什么呢 还有呢 就是库存和购买 库存 购买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这里不使用Table的话也可以 直接使用DLV也可以 只不过这DLV呢 我们需要手动的去给它设置 它的这个宽度 还有呢 要给它设置它的这个浮动 然后它才能呢并排显示 这里呢 我们把它放在 一个TR当中 放在一行当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一行当中 然后呢 这里呢 用标题来进行显示 刷新一下 我们看见基本效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然我们这里呢 还没有给它设置任何CSS的样式 然后下边呢 同样的这里呢 用TR 然后下边的这里呢 我们一般就是用TD来实现里面的内容了 TD标签 代表单元格标签 OK 那这里呢 大家注意了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是一个imagine图片 src 去找到 这个图片的内容 我们可以呢 随便找一些产品的图片过来 诶 产品的图片呢 产品的图片在哪里 那我们随便呢 先找几个 大家注意了 这个宽度呢 和高度呢 我们要修改一下 比如说50个像素 如果直接用原始大小的话 那肯定这里有问题 hat 50 OK 我们这里呢 刷新一下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商品名 这里我们改一下吧 比如说 家用 电器 设备 然后这个是 电 比如说 美迪 电饭锅 这里呢 又给美迪打了一个广告 然后呢 它零售价 比如说这个零售价呢 是880 那我们呢 这个三阳符 这是我们的人民币的符号 那一般呢 这个金额呢 一般是保留 两位小数 两位小数 那么本站价 那你可以呢 把它复制过来 比如说 我们只需要688 OK 那么库存呢 库存呢 比如说是200件 然后购买呢 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 效果图里面 这里应该是一个链接 订购 看一下 这里应该是 一个链接 A标签 它应该是 链接到 这个相应的页面 比如说购物车页面 订购 看一下 这个订呢 是认定的订 就是确定要购买 刚才那个订呢 只是说预订的订 这里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现在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 基本情况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呢 为了丰富一下 我们的页面内容呢 我们把这个 稍微呢 再复制几个 那么如果呢 你可以 你不想让这个图片 看得过于单调的话 你可以呢 把图片的内容呢 也稍微改一改 商品的 这个报价单 这个页面呢 我们基本上 实现了它的一个 基本的出行 通过DIV加CSS 但是 要和我们效果图里面的 这个样式相比呢 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修改 比如说这个文字 要进行平铺过来 那这里呢 你可以设置这个表的 宽度为 100%来进行显示 好 那么它就可以 马上呢 改变效果 那么你可以呢 在这儿来 修改一下 Width 比如说 100%的显示 OK 就是自动的 适应它的宽度 OK 就这样的一个 机密效果 然后它里面的图片 这些内容呢 要居中 那么这里呢 我们暂时呢 就不给大家讲了 大家下来自己呢 作为一个作业 大家自己呢 先来尝试一下 那么这里 唯一还有一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自己下来去尝试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隔行 它的颜色呢 是不一样的 看见没有 它每一行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颜色 那么可能有的同学呢 用自己的方式也能实现 大家下来呢 先自己呢 先来实现一下 这里面的这些CSS的样式呢 也可以自己先来 处理一下 那么我们下一节呢 再来给大家完善里面的内容 好 下一节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